歌手陈爱梅用一首 90年代最红的机车广告歌曲 唤起在场所有人的记忆 仿佛走进时光隧道 回到民歌传唱街头巷尾的年代 这是蔡衍明爱心基金会 以及新竹县政府共同合作举办的 借音符传递我们的笑型公益演唱会 期望唤起年轻人对孝亲的重视与实践 今天这场音乐饗宴 而每一位表演者都是一时之旋 同时每一首歌曲都是 筷智人口的歌曲 大家几乎都可以朗朗上口的 多首筷智人口的歌曲 引领台下听众陶醉在优美的旋律中 歌手们也在演唱中走到观众席 和听众互动 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 文化局局长张宜珍 也特别上台和歌手莎莎 李永洁一起合唱《秋缠》 将现场气氛带至高潮 希望借着就是说 这个老歌演唱会 各种这些优美的旋律 美好的歌声 让我们一些比较 年纪稍长的长辈们 能够走出户外 能够听听歌 孝清奖得奖的歌曲 《梦里知多少》 此剧中描述的是 出外孩子怀念父母的故事 传达出不能常伴 双亲身边的感叹 希望所有的年轻人 能够及时行孝 创造幸福美美的和乐家庭